修改目錄 修改目錄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當我們在一份很長的文件裡面 我們針對標題 標題想要進行修改 那這個標題文字一旦被我們修改 我當然就會希望說目錄啊 這邊它是一個自動的一個被修改的狀態 絕對不要說我在內文裡面進行標題的文字修改 然後我在目錄這邊呢 我還手動的逐字的來去檢查說 這個目錄對或不對 接下來我們進行一下目錄修改的方式 您看在這個地方 當這個標題二文字已經改成只有四個字 只有四個字 而這邊目錄還是維持很長的一個狀態 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快速讓我們去把這個目錄文字直接換掉呢? 它的操作方式 首先進入Word之後呢 我們去看剛剛製作目錄的地方 參考資料底下 然後目錄 在它的隔壁有一個更新目錄 而且當我們今天要去做更新目錄的時候呢 我們未必優標一定要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喔 假設我今天啊 我放在這個地方 跟我預期想要修改目錄的地方 其實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時候 點選更新目錄 然後接下來這邊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只更新頁 另外一個是更新完整的一個目錄 那我們這個時候要選擇是第二個選項 更新整個目錄 點選確定 我們現在來去檢查一下 我們的目錄這邊 是不是只剩下了簡報架構 它就如我們在文章第一個段落 第一個標題下面的第一個標題二文字 這邊的內容是一樣的 簡報架構 這邊也是簡報架構 這就是更新目錄的方法